宋长官 我有个疑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做到吗 能做到吗 时代的漩涡将两人 推向了石铜水火的两端 之间已不可能有折衷的路 他知道自己应该做到 必须做到 我回国的时候 跟你写过信 可你没回 我以为 我以为你死了 对先生在日伪时期的所为 我们将既往不救 特委任先生为八严县 党支部主任 大哥 两百根金条的事怎么没说啊 国民党这是不相信咱们有军火呀 他们这是想吃白食 哪那么容易 喂 程局长吗 我是金雨轩 哦 金雨轩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是想告诉程局长 我手里有一批能够装备 一万人军队的军火 想要我手里的这批军火 拿金条来换 金先生 你真是一个爱才之人啊 我怎么知道 你手里边到底有没有军火 请你记住两组数字 好 你等一下 我等一下 四五四 九一九 一二六 四四四四 这有可能是 一个经纬度的坐标 不是这现金的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把坐标给咱们呢 它有可能是想证明 它手中真的有军火 这样 文静 你呢 抓紧时间 赶快找一个经纬移来 是 你呢 集合队伍 找几辆卡车 随时出发 老板在吗 老板有事出去了 您找药 好 新西收的外围人员 一定要可靠 考察要细致 不能急于求成 建立忘义的 随风就倒的 一个不要 宋长官 坐标 这什么意思 白给吗 这一定是个圈套 不管是不是圈套 我们都得去 局长 目标测算结果 在城外十五公里的二十道沟附近 可信吗 有疑问 那里是平原农田 没有事宜建造掩体的地形 没有残照物 也许是最好的隐蔽 日本人够狡猾的 局长 队伍集合完毕 随时可以出发 好 马上出发 都跟他们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在二十道沟 以东三公里的小舟而集合 那边是共产党的地盘 让他们小心点 别惊动周围的老百姓 放心吧 但我还是不知道 这姓金的 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也奇怪 但现在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等会 可以 我准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队长 乖点啊 快 队长 队长 找到了 怎么还来了 真有 队长 找着了 走 走 怎么样 好 赶紧接着挖 挖出来的 赶紧装车 是 接着挖 火把 火把哪儿 押了 出了 和爆炸 上了 看押了 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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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老狐狸 这 亲眼看到共产党抢先 取走了第一批军火 宋洪凌和杨景秀意识到 金与轩已经不信任国民党了 想获得剩下的两批军火 恐怕比他们原先预期的 更加困难 共产党抢先 民主联军已经派部队 准备接受这批军火 所以呢 保卫这批军火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明白 任务失败 责任在无 目前我们有两件事要做 一 金雨萱不会主动露面 我们就想办法找到她 阻止她跟共产党进一步接触 二 设法找到共产党保存军火的地点 想办法 把她毁掉 上次为金雨萱送信的人 你描述一下她的体貌特征 行为举止 大概您了 会长 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我男人做的是公平买卖 您是知道的 怎么就成了汉奸了呢 哪个朝代也没有规定 不能跟外国人做买卖呀 你先生的事我会处理的 先回吧 太太 请 那就有劳会长了 爸 我看报上说 家属已经闹到共产党市委去了 能不闹吗 生意上的事儿 买卖双方谈定了一个价格 或高点 或低点 那都是情愿的 又不是白宋 丹方跟日本人做买卖 就全都抓进去 那这条街上 就没有做买卖的人了 这个程局长 有些太着急了 无农不闻 无功不负 无伤不活 共产党啊 早晚会后悔的 老爷 绸缎破的张太太又来了 说我不在 程局长 你对我们宋家有恩 我宋博洋 也是知人图报之人 关于平衡良价一事 我定当竭尽全力 只是 有什么为难之处 您就说 程局长 前些日子 你们大搜捕 错抓了一些 正经的生意人 现在 海人商会人人自危 要平衡良价 现在有点难 可是 据我所知 抓的那些人 都是给日本人 提供过战略物资的 程局长 要是按您这么个说法 咱们东北的农民 种的粮食 全都让日本人 作为军粮征用了 那难道说 还把这些种粮的农民 全都抓起来啊 这道理是没错啊 你放心 我们不会错抓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现在抓的那些人呢 正在审理当中 不如这样啊 宋局长 你列一个名单 来协助我们 尽快查清他们的情况 时间来不及啊 程局长 我今天前来 就是带个哈尔滨商会 向程局长请愿 请您即可放人 马上放啊 是 程局长您是不知道啊 这些天 那些被抓伤人的家属 现在天天跑到我家里边 是又哭又闹 你要是不把这些伤人都放了 我说服不了那些家属 怎么能够配合贵党工作 平衡良家 宋局长 你看看 放人 平衡良家 这不是做生意 做买卖吗 这是形势所迫 不得已而为之啊 还请程局长 以大局为重 宋会长 你听我说啊 我们公安局啊 是政府的部门 你看啊 今天他哭两下 我放几个人 明天你来说情 我又放几个人 这 这 这不乱套了吗 老百姓他不服 就连犯人他也不会服法的 程局长 行势所迫 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法纪 无外乎人情 我不赞同 宋长官 杨长官 给金雨萱送信的人 抓到了 招了吗 还没 是个硬朵头 杨长官 你来审吧 说 赶紧说 不然等会想说没得说 都说了 是真不知道 他平时在哪 他要是在找我 给我钱 我就赶过 他不想我 我把你 对 还真硬 我拿山头上招 免得士气太多 死了太快 偷一下 兄弟 你是个讲义气的人 不愿意开口出卖朋友 那我可以帮帮你 这个呢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最新研制的逼供药 服用以后 药会直接攻击人的大脑 造成身体极度不适 到时候我问你什么 你就会说什么 叫什么劲的 我这是在帮你 这个字文不好说 说吧 金雨萱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都被下了药了 就不算出卖兄弟 对吧 他 不找我 我 找不到他 有这种可能 我找不到你 但你总得说点 你知道的 要不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骗我的 等死不及 他在睡 睡你这儿 什么老板家 给 爸 爸 我 都 我 疼你吧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想让他出卖胖瘤 光言行考大是没用的 所以 您让他觉得自己是被下药了 说什么是不受控制的 只要犯错的理由够充足 人总会犯错 那他要是还不说呢 不说话的人 跟死人有什么区别 冯连 张老郎 城墙曾经诱布过一次君以轩 但是没成 这个姓金的后来就变得非常小心 平时的时候只跟手下单线联系 没有情况的时候 谁也找不着他 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 大搜捕以前 姓金的曾经住在一个 叫范东阳的家里 范东阳在哪儿 被当成卖国奸商给抓了 眼下委婉汉奸人人汉大 他能在范东阳那儿住四天 证明他们交情不前 还有 他们一定是有秘密的联络方式 城墙 会不会已经掌握了范东阳 我想应该不会 城墙抓了那么多商人 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 联系到他们是有关系的 现在范东阳 是找到靳雨萱的唯一线索 无论如何 先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 洪林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蛮干哪 如果派我们的人 去帮他越狱的话 万一失败了 反而会告诉城墙 范东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那只能利用舆论压力 逼迫共产党 多放一些商人出来 这样就不会引起城墙 对范东阳的注意 有些事情啊 还是要跟他们讲道的 说不通了 慢慢来 不能着急 朋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能有什么疏漏 知道吧 现在监狱 一共有多少人 一百四十三人 卖国奸商四十三人 可他们先生 越快越好 是 闭合机器上厂长刘渊 到 好 出来 他们连这个都不能接受 我看 这分明没把咱们商会放在眼里啊 是啊 咱们以礼相待 他们却得寸进尺 这帮泥腿子 就是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 你们说得没错 可是 哈尔滨现在确实在人家手上 他们还能坐得住几天 你们知道吗 国民党军集中五个美式装备师 围剿本西 已经打下来了 新六军和五十二军 还有七十一军的两个王牌式 已经向四平集结了 进 爸 副令啊 今秋啊 回来了啊 副令啊 看看这些叔叔拜拜 还认识不 怎么不认识啊 各位叔叔拜拜好 好好好 这十年没见 真是长大了 不再是当初 那个惹你爸生气的小丫头了 张拜拜说笑了 还记得我年少无知识的傻事 这是我先生杨锦修 做一些小本的古玩生意 以后还望各位叔叔拜拜 都照应 好好说 各位叔叔拜拜们好 不错不错 走了啊 你这贤虚 真是一表人才啊 谢谢夸奖 谢谢夸奖 红领啊 锦修 你们先歇着吧 好 那你们忙 再见 那样子 程亮没有拿的十方粉能量啊 医疗之中 他是不会接受任何条件的 这样看来 我们向他们施压这条路行不通吧 不是不通 是还不够 我们得把事情弄大 给共产党制造压力 他又不能是我们的人 我想到一个人 洪宝奎 他就是个地痞流氓 能做什么 城市不足 才能败事有余 大哥 有声音了 什么声音 有人托咱们做掉高斯大 四个大洋 钱在哪儿呢 说是先放玛丽小姐那儿 干 有Nice 那 其实谁会弄它 我所喘 这不就碰上了 我还执行的车过来呢 没 我还执行的车 叔姐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今天路上上班的人多 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那车就走不动了 我们啊 正在讨论打算在哈尔滨 推行红利灯交通 对了 你不是在苏联留个学吧 你说这红灯亮的时候 然后 容不容许向右转哪 这个 我当时上学没坐过车 不过 我可以给你们问问 我去打个电话给你们问一下 好 你到我办公室打发 我正好有事找你谈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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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接着讨论 接着讨论 说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么想不出来 应该可以 你再好好查一查 可以右转 好 就这样 可以右转 对了 书记 这宋柏阳的事怎么样了 市委经过讨论之后 认为宋柏阳的要求 有他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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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合理啊 就算有合理性 那我公安局是什么 市场啊 今天抓明天放的 朝令夕改 我这公安局机长怎么干 谁服我呀 现在的形势你了解 我们的经济力量很薄弱 如果不能争取到 民族资本家的帮助 我们很难稳定市场 市场稳定不了 老百姓就得挨饿 是老百姓的肚子重要 还是你公安局长的面子重要 这个道理我懂 书记 但是他这算帮助吗 有条件的帮助也叫帮助 这是做买卖 那我们共产党要跟他做买卖 那跟以前的国民党 有什么区别 程强同志 经济战场也是战场 你这么冲动 能打成仗吗 要顾全大局 喂 我是钟志云 钟书记 我找程局长 找你的 来 喂 局长 什么事 监狱出事了 监狱出事了 总共死了六个犯人 我们这边三个预警中伤 什么企业 开始的时候是几个犯人想饭才不好 过来越闹越大 他们自己斗舞起来了 这种事情尽量发生 这次事情闹大了 这是我的事 开头死的时候 这第一个犯人叫高斯塔 是个臭名招呼的男汉奸 仇人太多了 当着特别混乱 据说是被乱犬打死的 很难说谁是凶手 宋长官 杨长官 是否也认为 监狱那边传来消息 死了六个犯人 这个洪宝灰果然能折腾啊 我们的目的又不是杀人 此高斯大一个就够了 范东阳怎么样 这个我查过了 没事 那就好 宋长官 游行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是不是现在就开始 先等一等 现在开始游行的话 会让城墙联想到 监狱暴动是有人唆使的 先给各大报社发消息 还能赶上晚报的头条 明天一早开始游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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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做得不错呀 声势好的 这次啊共产党就是跳进黄河 你喜欢清了 关局去人了吗 去了 大多数是学生 这帮小孩子呀 一点就长了 非常好人 你觉得利用学生好吗 朝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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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结果好就行了 是 朝天生命 朝天生命 都抓到 夏天生命 朝天灯 早准 早准 discipline 剧长 怎么劝都劝不住啊 这些学生怎么把公安局给围了 这咋办 主要是我们这里城市时间太短了 群众基础还不够坚实 还不被他们足够信任吧 有可能啊 不过我觉得也有些奇怪 你看我们抓这些商人 尽管在卖国的一些问题上 存在一些争论 但是我们大部分抓的 还是地痞流氓和汉奸 怎么人民群众有这么大的反应 是啊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是啊 你觉得呢 赵副局长 局长分析得非常透彻 灵喜说的也很有道理 有国民党特务在背后操络 喂 钟书记 程翔同志 这样大规模的设计游行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 哈尔滨的社会稳定 是啊 释放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的商人 已经不只是市委的决定 上级首长亲自发来指示 让你马上执行 首长的指示 钟书记 我觉得这个事啊 有一点奇怪 我怀疑是有人煽动 要不要咱们马上调查一下 你的怀疑是有可能的 但是现在在当务之急 这要如何平息事态 市委宣传部已经做好部署 准备向群众表态 澄清事实原委 只等你放人了 钟书记 我觉得这个事呢 咱们还得好好再考虑考虑 我有一个想法 你看看行不行啊 咱们来一个公审大会 把我们的司法流程呢 跟大家展现一下 让人民去监督 让人民去评判 有罪的当场定罪 没罪的当场释放 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 现在这个形势 不适合再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的 书记啊 不信任 才得让他们信任我们 以诚相待 让大家多了解我们呢 我觉得这个办法能行得通 要不然咱们试一试 可行 你同意了 谢谢啊 好 你放心 一定不会出乱子 我把结果尽快地汇报给你 好 局长 你是不是早想好这招了 咋不早说啊 急死我了 是这样啊 咱们现在赶紧下去 去安抚这些老百姓 千万不能处乱子 走 换卫换卫 监狱阻止发生暴滥 六人死亡 先生 来份告识吧 来 给我一份 好 会长 您看到了吗 看到了没有 昨天监狱暴乱 一下子枉死了六个人 其中有三个人 是咱们商会的人哪 告死他 该死 他死是死有余辜了 可胡家胡豪两兄弟呢 不就是为日本人采购了几匹粮食吗 现在倒好 和那帮杀人放火的土匪 关在了一起 就算不被共产党枪逼 但迟早在里面 也会被人给弄死的 好了好了 少安勿躁 极有什么用呢 会长 不急不行啊 谁知道 他们下次再搜捕 会不会把你我也抓进去 各位 你们说是不是啊 对呀 会长 宋小姐 你倒是想小弟和我们事 好了 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吵闹是没有用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得想办法 男人们都没有办法 我们老娘们有什么办法 是啊 男人们办不到的事 我们女人未必办不到 那行 宋小姐 你说你有办法 你倒是说出来 让我们大家都听听啊 就是就是 你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啊 谁在带同闹事啊 站出来 说给我听 爸 没事 他们不是来闹事的 各位姐妹 我们得用合理合法的方式 只是这么胡闹的话 只会让男人们罪加一等 我们得组织起来 发动身边的人寻找证据 帮男人们洗脱罪名 他们男人的生意 从来都不给我们看呢 哪来的证据啊 订货单 出货单 私人往来信件 买卖合同 是不是被日本人要挟的 有没有帮助过地下抗日战线 人证物证都可以 红灵姐 我们哪看得懂合同啊 没关系 我跟大家一起找 一个人找得慢 我们就一起 一家一家地找 那 那先去我们家吧 这位太太是 我是水泥厂 范东阳家的 是范太太啊 那好 那就先从你家开始 我叫吴小雪 姐姐叫我小雪就好了 那 那姐姐妹 先去我们家吧 走吧 行 坐下 走吧 这是我父吴泉女子 令人刮目相看 程局长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我是受 嫌犯家属的委托 来配合公安局的工作的 你坐 不知道 你想怎么样 协助我们调查 是这样的 这些是嫌犯家属 在家中和公司里 找到以往的交易合同 里面完全不对等的条款 可以证明他们是被迫 和日本侵略者 由交易往来 他们也是受害者 里面还有一些私人信件 能够证明他们在围满期间 是有过爱国行为的 甚至是直接帮助过地下抗日 战线的同志们 另外 我们还有一些证人 可以随时接受您的询问和调查 不知道我们这样做 算不算是协助公安局的工作 算啊 当然算啊 你放心 我会尽快地看这些材料 核实他们的真实性 对了 你替我感谢这些证人的家属 谢谢他们对公安局的支持 还有理解 好 我一定转达给他们 明天 你能不能通知有关的证人 还有嫌犯的家属 来我们公安局的礼堂 我们想搞一个公审大会 公审大会 公审大会 公开审判 把我们的司法流程给大家看 让人民去评判 让人民去监督 贵党对人民真的是坦诚相待 佩服 哪里啊 是人民对我们好 相信我们 支持我们 爱护我们 我们才有今天哪 那好 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 我先告辞了 我送送你 我送送你 醒了 就送到赵吧 再送送你 到了 对了 同理了 这事 谢谢你啊 您刚才不是已经谢过了吗 刚才是代表局里 现在是代表我自己 没什么事 我就走了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 快点 快点 开玩笑 快点 快了 be количе 快点 快点 叫